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祖着先机》 今天是星期二晚 接下来就跑星期四 跑八场的菊草夜马 赛道的选用就是全阔的A跑道 由于跑八场 开跑时间是7点10分 先看看赛事资料 今次的途程选择不是这么多 只有三个 1000、1200和1650 先看看累积多宝 3T是四五六场 又超过160多万的累积多宝 另外六保长也有230多万的累积多宝 退出马也有 跟大家先交代 一场七这只同德宝 今早都有跳 但就之后退出了 没有马保入的只八只马跑 另外今次重化兵也有不少重化训练员 回到香港上阵 那边的情况又如何呢 又来到重化动态的环节 踏入2024年 继续都赛事停不了 今次踏入1月份 也总结10月份的重化马房的成绩表 这个表每个月都跟大家总结一下 排头位是五鹏至十三圈 你看到他现在列马斯绑都遥遥领先 重化的马亦分布得挺平均的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头马都在重化马出现 紧随其后就是罗富泉 虽然近期成绩不算很好 但是罗富泉 重化成绩都挺突出的 另外就是蔡瀚 昨天都赢了一只气势 都是重化兵 后面第四、第五位 看到就是伟达、姚本辉 都成绩越来越好 姚本辉昨天都赢了一只重化兵 就是常拼常勇 我经常都跟大家说 你要注意后面那几位 其实我对上两个月 都是这样提醒大家 你看沈习城其实他在整体成绩 他很好 但是唯独是重化兵回来的成绩 是比较差 到开季为止 跑了三十多次赛事 只是赢了两只重化兵 还是季初的时候赢的 后面一直都没有赢过重化兵 当然大家都不会怀疑 沈习城的练马功力的能力 但是数据告诉你 重化兵回来的马 沈习城、容天鹏和丁冠豪 确实比较弱 所以大家选马的时候 之后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些数据 先说回今次的赛事 今次是跑谷草的夜马 选了两个仓口跟大家谈谈 分别是方格柏和黎超声 先说说第二场的质身马 叫做英雄战哥 这只马落地 总共试了五个大闸 但其实其中一个 它是退出了的 这个就是11月13日 当时发生什么事 它排了一档 入了闸 这只马就站不定了 等着其他马入闸 它自己起琴 然后骑士当然是爬走 因为他的脚踏在旁边的杂箱 非常不乖 扭扭扭扭扭 搞了一大轮 结果退出了 幸好没有弄傷 所以这只马有点脾气 急急 接着11月17日 再参与一组大杂 当日士骑士就是艾杜娜 粉红帽 你看他入闸又是怎样 扭了个白布扭着头 但是拼来拼去 这只英雄战哥 但是你看这只马的 掌相款其实挺好的 扭了一轮 搞了分多钟 最终能入闸 出闸没什么 后来这组试集还赢了 你捉见这只英雄战哥 它还是有点野性 就是那些马 它不是不好款 应该质素都不差 但是那个皮胜 就算在重发市集 那么宁静 那么小马 它都是那么多扭令 所以出场跑 到时跑马地 会不会更加大脾气 有点麻烦 到时要再看 另外两只都是方家伯的旧马 第六场先 那只独角兽 这个独角兽是焦点马 这个独角兽 小心点 为什么特意都看看 它的重发市集 你要看看它起步 这只独角兽 它很久很久之前 它的集伤一样 但是近期这几次跑 赢不断莫雅 它们赢得很大 都没事的 出闸正常的 接着这次赛前回重发 助手试集 起步跳跳 但是它最后 这只独角兽 就会追上来 追很多 希望这个试集在重发 就是偶一它慢杂 你是一只一定是热门的马 如果到时你跑 起步又跳跳 就麻烦了 这次用上很熟手的班德丽 班德丽 就休息了很久 停赛復出的骑士 对它都很熟悉 希望这一组重发市集 就不会对这只独角兽 出来的表现 有太大影响了 起步跳跳 另一只是紫云兵 第八场的 都是方家柏的马 看看它的重发快跳 前面 二四六 今年这只紫云兵 就未跑过 它也在六月份 做了一些手术 有些问题的马 所以搞了一大轮 施金桂才能跑 但是我看它的功夫 比较少 11月中才正式快跳 现在多久 一月头 做了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期间试了两个大闸 但是最后的泥地集 只是回到散散地 再看这些快跳 我觉得马的力度、气势 火气都不足够 所以这次这只紫云兵 復出 我自己就不太看好了 好了 这次的三只重发动态 先给大家看到这里 我选中的马房 有伟达和素卫言 其实说真的 我都觉得 来到这个阶段 那些赛事水准不太高 不过就叫做伟达出马 较多一些 都选择了他 另外就是苏卫言 出马就是三只 其实我喜欢二三长两只的 精明永俊 和恒俊之宝 至于那只拍马难追跑千二 都要面临考验 不过其他那些马房的分布 就很分散的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单一 只是伟达出马较多 好像是不错 骑士事项反而就比较多一些 先和大家看看 今次选了哪两位先 博就都博一些 就是多马跑的骑士 稀威心和巴道 看看他们两位的坐骑 稀威心跑足八长 但是我觉得很多马 都是有些边线的机会 未必每个人都能赢 但是可能 坐下坐下的分 夹夹一些位置 都或者够成为骑士王都未定 另外是巴道 我觉得巴道就有些论文 譬如好像一代天骄 上个星期都追得很厉害 无敌精英金决都很开 船风飞扬 就停赛潘顿 即是请假 潘顿 就用了巴道 这些都是叫虎的质身马 起码 他有多少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选了这两位 另外其他骑士 譬如停赛请假 都要复出 都跟大家讲讲 停赛有三位 杨明伦 董明朗 和报文 另外请假 潘顿 请假三天 麦道朗就回澳洲 今次两位骑士復出 班德黎和中逸黎 所以今次骑士的配搭 有点混乱 有点新鲜的配搭 都有见到 是的 因为 不知道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 潘顿这样请假 我意思 刚刚去跑马 跑得很好 很多外档 不过作为教材 以后我们看着 那些什么红中列马 安泰原来排大外档 可以这么轻松迈来 12只马跑 12档风云 没有事迈到来以搭 希望可以保持着手风 禁顺 未来的时候 等他请完假回来 报文就没得跑 潘顿 麦道朗 我发觉今次 你没有选填 因为填填 我发觉 他今次有些马 大部分 排的档位都不错 上次那些 活力多多 朗朗乾坤 他挺不坏的 那些马被人抢 抢来跑 看看他今次的战绩 又会如何 其他就特别的东西不多了 看马 投赛赛事 投赛赛事 底气 投赛赛事就跑四班千二的短途 2号、3号就较为清晨一点 7号就退出了 配备改动了 2号的危多幅 头罩、防伤眼罩都有了 除了扎尼 重戴 就是这个交叉鼻枯 另外6号的欣感 脱眼罩、脱鼻枯 脱环形口含铁 扎尼就没变 好了 先看这只狼扇号施 慢慢捱 捱了进去 他换了脚 还是顺着他走 怎么也好 我说了 赛事水准不太高 你会赢就是会赢 一出赢得谷草 那当然不简单 其实马营也挺好看的 这只危多幅 他上来跑千二 因为过往他都是一千米的专家 身形就养得挺好的 但今季他就有些健康问题 上次回来都输很远 浅明 刚刚这次赛事 大家看看赛后报告都有 这些东西 好了 皇帝英明 上次都决议缩住来跑 结果跑得挺好的 他马甲状态 其实他跟洛家福 我觉得很相似 谷草千二 他也很好 这只成终勇士 在前面 上次我看他走圈 我觉得马的身形很单薄 很小 但结果出来 他跑得非常好 我觉得感觉也有些奇貌不强 也有些看不起他 这只我最初也看不起他 你现在也是 根本是勾勾 那些脚又不对 上次他走的确是不换脚 一定未来换脚就赢了 尾场 有时马就可能会是这样 他兜过大圈 这只操出也这么厉害 这只黎超星的欣感 都落过长跑了 但两次跑都全部走势 復4T的力度都不够 暂时都是普通一些 他很多只这些 又多价餐 又颈又薄 又很绷紧的马 两个差不多 我觉得黎超星很多这些 辣得加小 反而这些重化 让他回一回 赢过又试过输好转 他的大闸其实不是很差 看看这只天分高 刚刚才跑完无奈 这次还延迟报名加入 僵口比较麻烦 所以内圈有时勒得紧 他都会拼来拼去 头场的赛事只有8匹马跑 四班千二米 两组四班千二都不满额 还加上那只同德堡 退出了 都是向側身马迈手 其实大家都不够 根本我论状态 城中勇士 刚才我都说过他的问题 就是上次出来走圈 给我的感觉很单薄 好像很输舌的身形 看下去 一出打算跑谷草千二 紧逼多些 碰两碰你都未必得 结果他都跑得挺好 我想这些可能潜力不错 这只成终勇士 说真的 可能再年纪大一点 再成长一点 再标多些肌肉出来 就更加好 另一只就是无限美丽 上次都跑到有些乱了龙 又飞出外面 结果很劲之下追了第三 说真的 适逢那么多澳洲好手停赛 有些就走了 就是吓着麦渡朗那些 落在艾绍礼手 继续跑这些马 我想继续都会尽量发挥 下次还是你跑 都不知道 所以我想都会尽力发挥 其他的马就天分高这些 即是经常都是近 但是没有威胁的马来的 都是一只都不是这么特别的马 你提起无限美丽 艾绍礼那只极速骑兵去跑 是的 我那天说过 周晋乐刚刚2023年尾那次菊草 每一只都被人顶在三袋 落足了想见你 那只无端的标之亮子 二袋都要被一只红运掌声 加压推出去的 那他刚刚尾场就叫做赢了 时尚欢恩 其实艾绍礼都 讲真都一时时的 那希望这只有质 有时有些马就很有趣的 譬如朗朗乾坤一挡 好像有点害怕 他都是要强硬 都要慢慢拖出去 因为那些马都是喜欢外面 要不然他不用有面箍 有这些配备 所以这个马性的问题 所以我有点担心 那只无限美丽 你自己顺着走 原来有只 尾多福扯得很顺 你跟得好好赢 那当然有质 我也知道 那看他到时 临场会不会再定点 再学到多些东西 旧马我喜欢三号 那只黄帝英明 其实我开场已经说了 田太康这次整群马 好像排的档位不错 上次元旦的赛事 好像都不是他那天 看今次这些 全部的大哥走 看他有没有机会坐正 因为他本身这只马 打底的能力都不差 他还要排到这个四档 以前会跟前一点 你想想上次 缩在后面 这样转弯 大岳档冲上来 其实很难的 我觉得这只要高度留神 其他的那些 就临场再看了 头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 回到第二场 另一组的四班千二位 水准都不是那么高 撞大好的马 我觉得是三只 旅游高球 健康心灵 精明勇尽 配备转变 一号马的青春力量 初戴头罩 旅游高球 重戴眼罩 英雄战哥 初次绑利 初次用环形口陷铁 先看看今早出跳的青春力量 今早出跳的马 都算挺少 有赛程的马 只有欺师 业楚行 即是吕健威 冲章着场面 可能跑得远 马力度不够 这只都冲差场面 以前都试过 坦白 你报谷草千二 接着拆两组 再做多一只天分高 延迟加报名 我真的觉得 它冲差场面 走来报 狀態就没什么 这只神租 旅游高球不是那么好看的 整天都跑支 岳高的头 胆到天高 但是它有些能力 四班 你适逢一组 这么弱的四班赛事 它取位信 有机会的 好了 旋风飞扬 那天 那只 野马耀宝区 铭食了它的位 这只是有质的 如果这么看 无限美丽 还有这只 其实身体还未修得好 这只 不过都已经 运马临追都行 这只就是 重化兵尼 英雄战的后面 它也曾经弄傷过 刚才我在重化动态 都说过这只马 曾经有一个杂 就挂了一只脚 在旁边的杂商 幸好没有弄傷 那只马都退出了 都挺好样的 接着看看事集 知道长盛 在里面 英雄战歌 大家跟着二踏第二位 其实那只知道长盛 在里面 我都觉得事得不差 因为你要马进步 他年轻的 混合马林在里面 走下 被人押着来跑 会不会都够胆去追 可能白衣服 就又退开了 那他的马 知道长盛 在里面 跟得顺一点 英雄战歌 我想这只马 都算是来得快的 不过 你刚才重化说了 那些问题 希望杂商的东西 就临着定一点 这只健康心灵 外观 常常都很好看 那些马 模式又纳纳靓 身体也修得靓 气管有血 就久不久都会发生 这只健康心灵 所以表现 他就有时会有点反复 拍个例子 还拍个例子 前面那只喜悦一生 外面那只新力 新力是耳套 喜悦一生 这些货已经给了眼罩 我嫌这只新力 前胸不是很够肌肉 马有点急 这只港状态都相当吸引 精明用尽 今季他也赢过 今季五班赢了 升回到四班 但跳得很神器 马落脚又轻 其实状态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 新港线 都是草草迈 这样跑 都是伟达一手好 卖便那只 逢谷草千尔 你查一下 马跟一跟 他每次都冲得好 第二场的四班千尔迷 这一组 就是你就这样度下去 初步看 不是很多马 可以选上手的 所以我想一想 都是选两只有状态的马 健康心灵 和精明用尽 但是这两只马 我觉得未必那么容易赢得到 四班其实精明用尽不超 希望就霸着一档 就是三甲 我都觉得收货了 健康心灵 都是的 他有点像想见你 那些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来不来 有时就尺寸一点 要靠个档位帮手 他会追近的 路程专监 但是Botwin这一对马 未必是最好的对象 我想其实三号的旅游高球 就可能是可以 有机会出头的马 因为近期我觉得 叶楚行的马 我感觉挺好的 晨操做得好 也都放些大师傅上去跑 譬如你好像昨天 刚才浩然说 红中联马那些 那你珍珠哥都勤的 不过失失劫劫 拿不到第三 所以这些马 放了些好师傅上去 都是想博了 这只旅游高球 其次的马 新干事 我有点怕他再跑千二 会有些路程短 他上次骑到沿途 要侧要骑 问问水 到最后才追到第二 你说如果拿位少少不顺 他就未必追得及 所以这只马有些分头才值得拖 根本真的是 你是混乱了 我觉得根本那些马是很难搞的 有些是很新的 有些外档都不知道是否能够起 每个都有他们问题存在 落班青春力量我觉得还未成功 王者叫我 我不知道他想怎样的 你喜欢觉得他有级数 你就要 就是状态他没什么特别 不过会被动 那只马 其他旅游高球 又试试转回眼罩 走规没有变过的 其实只马都一样 他经常都是这样的 其他那些马 新力我觉得还要排到外档上枝 又不是快杂 接着转过来谷草 只马上生 接着新干线 又怕他前中段又要跟不到 或者他硬是会黏一点 接着又要追 不过我会觉得新干线 有机会响道的机会高 这一只我会要的 田泰安伟达 另一只就较为熟一点 现在是这样在排除法 精明用进有什么特别 你都知道他的底部有多少 不过沙田千四千二 近输有借口 其实马不是状态上落很多 只不过在苏惠賢 那只马都很开心 排了一档 希惠心快闸 放前一点 你们在后面撞来撞去 不可以 那希望他可以 二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接着来第三场 这一组第三场就1650米 五班赛来的 状态fit的马 有三匹马 有三只大拇指 三部的亚洲力量 他跑完泥地 又除了半掩防身眼罩 重戴开逢眼罩 交叉鼻枯的贼 你照用 另外12号的喜悦一生 重戴眼罩 贼你照久 好了 先看这只赢尽天下 在外面的 整天跳 又是拍着 硬是顶得这么辛苦 你现在好像很好看 什么龙来了 以前那些又是 不过落场跑 其实季初的杂 到现在都真的一样 这只自性攻略 就不是一只靓脚发的马 经常都感觉 好像掃一掃一掃一 条颈登得行 但其实他早前 四班两场前二都近了 但落班他就上来跑中距离 都要再想想 好了 接着看一只亚洲力量 那他状态又是 哪会有什么特别提升 不过大粒 小数码那些高分码 一二都不厉害 那四号码又似乎还没得 还有什么码可以 就是了 这只开心看子看看他 高分减下来的 但其实他不是跑很多 不过落到场 就场一场都 好像没有什么竞争力 跳过的力量都不够 好 接着看 已经从草之王 我觉得都算真的挺好 但这个狗档又半蹬当 到时不出门 或者出门起琴那些 你又要骂自己 你明知道的 是的 帝班马也是吵架的 这只帝河欢声 可能都较为正正常 起码人家都连续三场 都能上得到名 半人也不怕 上次用中疫礼跑 一样上得到名 其实他还算很漂亮 还可以更合适 这只亦都没有变 也不会像你觉得有机会 而火车头 根本你拍摄以前那些 上次赛前、前次赛前 货货的库列马斯 都是这样的 他是长达,他很努力 出回上年那副 差不多 上年很多,几日前 对,你说得对 好,田杰一心 这些就双坏马了 曾经心力不整 会厌被覆盖 但他四班都近过 是的,这些可能有变数 好了,无敌精英 会赢的就是会赢 看看这些是否真的会赢了 日子 你看上次的赛油报告这组马 有些又解释上次慢捕捉不行 有些又快捕捉不行 其实马状态没什么 这只都搞得相当好 行进之步 今年也曾经赢过 后来又输了沙田 那些败迹就不能作准 这些路程他很正宗 好,接着是迷雨 我都想到 我觉得这只马 它涉水好像比较靓了 身体好像撞了一点 不过这些真的纯粹在想 我又不敢参与 这只状态都挺好的 灰马的起源一生 但跑下的能力似乎都比较有限 跟前或者留后都是均速的回来 经常都输不完 来到第三场 反而这场五班 六五零米就有点看头 就是你说连赢位 这些随时正正路路都不会太差 因为大家平均 每个都不会热得很聚 所以你出到来 可能会有些十多倍 二十倍Q 但是都是正路马 整天都有的 那我就选两只 这里只有两个位 团结一心 和这只行进之寶 团结一心就贪他的班 因为他在四班曾经冲近 但是这些马 当然内在问题不知道 但是上次都冲得很厉害 这只团结一心 近期希斯的马都不错 很多表现都教到 九九围攻都爆烂 昨天又赢了两只 就是一些明星马 希望都继续好 除了这一对马之外 我觉得有些马都值得 要留下 比如无敌精英 在虫化钓很漂亮 这只无敌精英 亚洲力量在草地赢过 亦下了班 这些连赢位都可以放下一个范围 当然不能漏了 就是帝豪欢声 所以我自己认为这四五只马 较为高盘一些 是的 都是围着一些 因为大粒 就是小细架马 高分马那些 不强的 那些一至四号 我当下 那你就变成中间 我刚才说了 松草之王 很叛叹叹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 这些不是港状态问题 这只马 根本就是 那你其他那些 六号马帝豪欢声 上一次是临场 我很明显看他的集后面 这只马比之前乖了 定了好多好多 所以上一次留得好好的 马就算贴蓝 在马嵐上 因为之前不是外面掩盖的 但这些组马也没有马走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在外面掩盖 那怎样追 其他就八号马团结一心 可能就是有那些汇件被覆盖 这些马以前都事故多多 一下子弄个交叉屁股 那你的舌头不用顶回头 希望他靠起来靠得顺一点 组马就上回了 其实这些是向好的现象 九号马也是要要 色赢无敌精英 十 行进之宝 我说了苏惠妍 精明勇俊和他 又田泰安不错 十一十二冷碗 你就拖住他 因为跑少少对 人家少少亏就已经可以享导 这个时期是这样的 大家都要适应 第三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 回到第四场 3T的头关 四班1650米 这组是杯赛 香港高尔夫球会 百周年纪念杯 状态方面都挺平均 有六只马都拿到三只大拇指 配备转变就很聪明 今次又重戴眼罩 好 先看这只大力球王 上次也跑到 我记得好像心力不正的 这个大力球王 跳出又跳入又说不是 又说不是 因为他很远的 记得上次跑 然后回到重化 然后再看五盘子的黄影福星 一路都跟在前面 其实这些马的状态 一直保持得这么好 基本上都没有变过 有多少只马会赢 你数一下这一组 很厉害的 今年这只王嶺福星 好 看看这只架势奇葩 回到重化 试了四只马的大集 助手试 入到直路 四只马都平排地走 中间那些颜色王子 戴了个鼻孤 外面就绿绿的试咒 那只叫五福星 外面就是奥游系的新马 他在外面 作试骑上来的试骑好像挺好的 但这只马就跟他跑差不多 包扎力不够 骑来骑去都是差不多 这只马就会有点准备 这只马就会有点准备 不知大家认为 这些马是否叫好看 顶到由左翁 扯下他的头 跟着短一点姜程 吸到上口 那条颈顶到好行 出阻又慢 那天试集 那条尾又竖起 我说真的 我形态 我真的不喜欢 反而这些马还跳得很锋芒 全都给他 自自然而地顺走 你又放松又顺走 这只马真的很难捉 一好圆 第二场又第尾 然后又不知去了哪 即是难捉摸 又是要外面掌握人 王者骄傲让路 如果这么说 魅力一心 有时有些绷紧 不过就叫做蔡汉的马 开始慢慢跑得近了 但你看看他的跑姿 整天都喜欢钓前 所以落叉被枯 这只威威斗士 今天早上跳得好 这只威威斗士 今早里见威几只马都出跳 我觉得很神气 跳完也颇为活弱 难得抽到一档 今次都要把握 因为分已经压到比较低了 我觉得这只中华厉害 真的挺聪明的 他单跳已经 拍跳已经厉害了 这些最后单跳 整只马很有活力 很有朝气 一对马拉就在松化拍跳 左手边就没有林志尊 右手边就落天派 武林志尊就跑这一场 连续都拼了两个第二 但两次潘顿都很好心机发挥 但都赢不到 状态就好的 他再上榜也好 因为那时候我都说了 我都怕他烟完烟坏了 但OK一路跑得 接着各榜慢慢再上回 但是就狗档 人家懂得跑那些 威威斗士忠华厉厉 黄引福星排在他里面 这只得以佳作 今年就转了些赛道 来了中距离 发展都挺好的 虽然他的马镜 都是蹬得比较行一点 但落到场起码 起码稳定 场上都追 现在缩住多少 1650那样更好 好 看看市集 成中勇士 得以佳作 得以佳作都 因为回的时间够 他就做些大闸 再跟你跑过 我想他已经是差不多了 你说是否再上到很多 我想都应该不是那么容易 希望就可以了 他是稳定中 少少进步 但都要自己跑得对 我刚才都说 譬如中华厉厉 威威斗士 尤其是威威斗士 可能年纪大了 但人家排队 跑得对些 得以佳作 未必那么容易跑 他都可以的 就是这样的状态 希望八当不要太亏 再看看这对拍跳 埋便就很厉害 外面就连连有福 这只很厉害 狀态都四平八稳 上次用马昆 可能他都不是很熟 马的马性 结果就很差 但那些国际骑士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纪元最猛都追上来 刚才 好 着着领先 车前倒后 总之又摆前 好像摸不到哪条路 五班条路比较好 是的 第四场 3T的头关 四班1650米 这一组先选两只马 黄氧福星和魅力一心 两只都好 除此之外 当然刚才说过威威斗士 都是今早跳得很好的马 这几只都要值得关注 魅力一心 其实是以往健康 曾经出过问题的马 但我觉得他来到这个水平 上次我也拼他 在现场配脚我也选了这只 结果很慢批醒之下 他都追上来 我想这些马 你说如果捕捉正常 他有些威胁的 这只魅力一心 三天不要飞掉 另外 健靓的马就 没有林志尊 相当好 今早跳出来的状态 但你说欺威心 是否能够做得到 对上两次攀顿 那些雕钻 梦幻的走位 就不知道 但是状态相当好 其他马就 大力后皇 我为什么记得他上次 说心力不正 因为我上次跟了他 所以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似 另外就是锋芒劲路 我自己真的不懂选择 时好时坏 这些留给大家 自己去决定 走的嘛 预计要黄隱覆升 他有基本的状态 我围着填太岸 因为我今次 我觉得他这马牌档好 还有 他有那种活力 有那个拼劲 你几大高手走了 我觉得他真是代之而起 是很有机会 这个我会因为这样而称先 希望开场的时候 他手锋顺 那就OK 另外十二号 那一只 着着领先 最看不透的一只 四班 其实这马是足够的 你看他一路兜外踏 可能骑士不熟场地 总而言之 他排个当不漂亮 放中逆离会不会把心一横 他觉得你黄隱覆升大大 你背着白鲨耳朵 我就和你走 他不是说没有能力 他会赢 这只会赢 穿着领先 这只是北半球马 纵使是四五班边缘 但你都先hold他 不要让他走 另外就是那一堆 中间七八九十那些 七八九十 我较为喜欢七号马 威威斗士 因为之前的档位 令到他裸兰 就残后了一级 其实大家都知道 都没有什么货买 不过就四班一六五零 省得到一点 又会跑高一点 今次这个一档 有机会令他跟回前一格 基本上他已经有能力了 其他就八号马 中华很棒 这一只马在神操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活跃 跟之前再更加不同了 那个交位 跟威威斗士这样 大家都跑了一段时间的马 比较 他是有这个不同 所以我这只一定会要的 九号十号 我都不知道 榜是否摄得起 但你说基本水平 他们是维持得到的 我就围着这一群马 第四场赛事都研究过 接着来第五场 这一组第五场 四班一千短图 一二三七九和十二都是fit 十二整天都外当 背被改动了 六号移枪精神 初戴眼罩 初戴交叉被孤 扎你照旧 八号那只 有你有我 初戴头罩 除了环形口也不贴 你看看这些 初戴防斜跑口也不贴 初用左边防斜跑次战 天火同仁 神聪一向都是勤力马 跳的形态 又跳得挺好看 我觉得除了伟达之外 这个助手跳的马 那一艘僵承的档 跳得很好 好,接着就是胡椒君曹 基本上他和毅多福都差不多 他的功夫会多些少少 毅多福很多时都是度步 躲在彭幅公园 外观经常都保持水准 好,奇寶 总有一日可能会赢的 有时马 但是其实你反过来想回 不知道输了你多少次 又八档 这只田太安 反而我就不一样 八档好像半叮叮 状态就没有变过 还有他力短,奇寶 未必蝕得起 飞出外宕追画 看看准角先拍跳 遮住了那只 狗狗为尊很大份 所以都被掩蓋了他 今早有跳的准角 再看看他 好,你看到他都不适合 那都是生 有时你见他这样走势 而且马力度都差点 又不适合脚 腰时间 这只上次赢得这么精彩的 心花坊 后相 是的,出来后 其实我觉得只是感觉不同 就是身仰撞了 但真的想不到 这只马可以变化这么大 希望可以打一打都可以 卖面那只疑昌精神 眼罩交叉鼻枯 其实之前加了交叉鼻枯 但是我觉得 那个粗练上面 是有少少不完整 其实我很喜欢这只马 很好样的 但是这样我又害怕 接着就隆东传城 都是一些典型的快马 神操现在他没有那么火合合 因为来到差不多贵中 他贵初会再行一点 再劲一点 但这只马的关键就是出门 近年几次跑 出门都扭一扭,慢慢的 抢到有运行 抢不到就没有运行 再看看这只 有你有我 你看到那只马 是缩起头 那只马头又小 那只马又小了 然后好像很绷紧 你肯定要逼 那外面那只金榜之星 又大致一点 我就不太喜欢这种形态 原来他比上一次重了22磅 都没办法 可能暂时的体型问题 看看将来有没有变化 转仓廖康明 因为这只马 过往我都记得他在丁冠奴 那里 这只有你有我 早上又不肯起步 又狂乱 试过走掉 有时起步就走掉 有时又不肯起步 你看这马多麻烦 好了 超矮迎球 其实一千他真的都算挺好 他就是可以 较少被动型 可以跑得好 那马 那都可以 保持到这只马 已经中上年纪 都打理得很好 这只又怎样呢 美丽缘分 这次下落在蔡明潮手 这次跑一千 上次 我觉得战略用得对 其实尽量让它走掉 希望捱到尾 结果就在尾尾被人过 结果就走不掉 是了 好 接着电脑7号 转了马房 我觉得这只马 好像比对之前 好像还没那么小 再看看 过了无谓杰 这只就是呼吸仪器的法鱼龙 但是这些马 近期三番四次都追得很厉害 可能排外档还帮到它 你说排内档也怕它积极上前 就宁愿它留着追 好了 第五场 四班一千米 快兜花一场合 没有了以往的令才 没有了危多福 哪只马最快成为关键 我就拼了一只龙东全城 骑士一换再换 之前都试过很多不同的骑士 有时是可以 有时是不行 就是我说出闸 你出闸 这些马当然会恶 希望都稳稳定定 不算很硬 但是有赔率之下可以博 另一只就是快鱼龙 我有点担心这些揣名症的马 其实排中内档 有时你不舍得内档 就用力上前 反而这些外档 让它放松一些头段 和你支一段 希望效果会收得到之前那么好 继续追得很厉害 除此之外 很多马都不是那么特别 好状态 我觉得狗 超额迎球 都挺漂亮 但是是否长长都能打踏 上次铝将赢 这只超额迎球 金美琪 当然巴度更熟 以往跑了很多 你不要这么快说令秦不在 突然之间补出了 危多就跑千仪了 胡椒均草就跑一千 但是我都觉得12号有 你想想想到12号 明知它揣名 都有可博之道 说真的 我真是一般的 这类型的赛事 不过 都有头四名产生 但是它埋门 又整多个大闸 在松化这只鱼龙 它又追得那么好 穿田杖瓦 可以这样追上来 你想想 这位骑士 好像跑马 我还没适应跑马 但是它都可以交得那么厉害 你想想 这只马不止一次这样冲 12号一定要要 是什么传名 什么都好 贵冲 不要把指标放得那么高 1号马就有级数 有档位 应该会好好跑 你照计抢那些胡椒均草 龙冬全城 没得慢 它一定要抢 就算出阶不快 10号马就较为难搞 那只美丽严分 我看它转了由Jaw Wing 小圈骑就要低一点 但是其实它出脚那样东西 好像对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转变 其实马样就挺好 但是好像搞到现在都好像很失望 希望我这一场跑得好些 但我不敢后 第五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说 休息一会 回到第六场 3T的尾关 三班1650米 状态好的马就有三只 威武觉醒、论文和独角兽 配备转变 这只幼龙串逢 今次初戴眼罩 六岁马先来试眼罩 传承者初戴眼罩 还迎口含铁 先看这只智取神区 前面 十八掌一向都立 神粗经常都要逼 要骑才肯走 这只智取神区都渐渐上力 你看它落场表现都是 输一下就近些 输一下就接近些 再看它自己单挑 其实我嫌它的口供还是有点重 不过就 都是把指标放下 它刚好收拾了个耳当 可能会又是主动 因为有时我觉得它顶到 有时跳下跳下 接着又龙串逢 这只马的操练上 也有点脱漏 它回到重化 它神粗跳就没什么锋芒 有时有点点 不是很远走 有什么锋芒 很少 因为很少试集 你看大集 又加了眼罩 因为它在中间的粗练 是有少少放缓过下 所以它回忌日数多 接着又多个大集 所以它总数试了两个大集 但如果你相对地上阵日数 试集 我觉得在这个马房里面 都不是这样的模式 看看它匆匆的日数 比较少 跑得如何 反而冷门边线 敲一下这只总理 大家可疑 状态很不错 八九分水准 那它其实现在再密跑千四 上次跑千四 我都怕它是严短一点 你说偷偷上去就可以 那1650更加之正宗 合脚化 好了 这些真是放得远了 威武觉醒 OK 我喜欢这类型的马多一点 但是你又不要阻 希望拿位顺利 它会有一些冲一下 接着就大学生 右手边那只比较高大一点 这只马的变化不多 虽然它都赢过 但我们都说过很多次 它是一只非常难跑 容易错的马 如果这样算它又说 贏菲伦布美丽满满 那很不得了 太阳之子 我又不一样的这只 因为它留得 不如送给你走 整个马跳起来的形态 你看它的口 它扎了你又树尾 我一样的 这只论文 继续都是报名这些赛事 始终都等到机会出头 就是之前的积极那么强 上次就不良迂行 所以退出了比赛 它是有少少不得完整 又不是大事 好了 接着就传承者 好 滴下转脚都不转 那就行了 就顺着你走 这只都适应阶段 这只都 怪兽奇兵 继续都出赛了 但近方的演出都一样 之前又跑过沙田 又跑过泥地 演出都是一般 都是近期水准 好了 寄完聚盟 就是刚才的 很聪明 不过如果转到它 换到脚就会更加好些 不过这马已经差不多了 到七七八八 现在是看看10号、11号 哪只会跑得高些 但11号就赢过了给你看 很厉害 这个独角兽 今年已经三分了 从化单跳没有什么 当然出集在从化试集起步 跳跳 那里也值得想想 想到没什么想 我现在怕他跳 是 看他的出集 快鱼龙 还有一只 辣得架势 辣得架势也不是快 辣得架势 辣得架势就是一路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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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那里也会很厉害 快鱼龙也在第四位 辣得架势就是那只 聪慕系那只马 聪慕永驿 过去 我以为辣得架势 回来都应该断 过中点之后 辣得架势也不是太断 快鱼龙就中档了 出片 独角兽来了 你说这些马升班 有没有难度 现在时尚欢恩 死升三都赢了 就是了 第六场 三班的1650米 3T未惯 都是选择这两只七和十一 较为强一点的马 两只都还在进步的五岁马 说真的 你说独角兽看试集 小小脱漏 这些出集 是有点硬着的 我想回它以前 其实它很早期 集商不是很好 它不是很好集商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行圈不定 它行圈以往 就动身动势 好似无龙无私 常常都跳跳扎 但近期已经没有了这个情况 希望它翻重化 只是偶一出集不行 其实近这几次四五次出集 它是正常的 另外就是论文 这些都是高质素的马 之前跟那些对手跑 每一只都很厉害 每一只都已经升了 留下它在 所以我想这只论文 都是个时机合适 夹适出头机会 这次都应该差不多 除此之外 就论一下 譬如一 刚才我说过 譬如三 总理 这些就是位置轿 四重彩 它是选择来的 其实如果这样说 论文 它是跟阿基拉 浪漫 那批马里面 一起跑 首先 概念就是 这只论文 是摺了手 罗富泉 整只马 仰撞了 接着脑子 慢慢搞定了 因为以前可能 基础功夫 可能未必足够 那些马 就走出来大圈 你要去慢它便躁 就是围绕着这些东西 在罗富泉 是搞得碰到这些东西 很明显 但每个人都不喜欢 一样退出了之后 它还是有点缓 令到我这里有点缺步了 接着我一边再想 其实我知道 十号马基元罪梦 都已经七七八八 这一只 PV回来 这么快跑谷草 都可以了 是用脚那里 可以再用得整齊 漂亮点 会更加好 接着我再问自己 不是 人家那些马 真的赢过了 各个独博兽可以一枢 凭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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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个马我 sådan赢 一极就已经过 不能随手 上次磨碗又是單中 추 但 Pete told me 是谁 你会�贏 而面对着一些 叫著 我知道論文高級數 但他沒贏過 另外一隻機緣追悟 都是沒贏過 可能兩者賠率未必差很遠 如果你說差很遠 那你再量度 當然你也要看 臨場獨角獸是否真的好急 你又怕他跳 你要包起來 這些賠率裏面 你自己要想 但我覺得他的勢應該會好些 這場有馬走 怪獸騎兵 那些實走 遊龍寸鳳那些 大陸場賽事都可以想想 他也要看現場 接著下來第七場 這一座三班千二的短途 狀態FIT的馬尼族也有很多 配備改動二號的好友心得 除了頭罩 紮理照舊 五號的李之我拼 眼罩紮理友 初用環形口韓鐵 六號的星神威 他跑回千二 六五零嚴長 轉馬房跑 交叉鼻窟 有紮理友 初戴眼罩 再數下去 七號的美麗第一 交叉鼻窟 一向都有 初戴鼻窟 十一號的枝道長勝轉過來谷草 初戴面窟 宅利照舊 先看這隻巴薩諾瓦 那隻旗次鬥士 加眼罩難流的火 其實巴薩諾瓦 贏不贏得另一件事 這隻馬跟之前已經很大轉變 沒有那麼死口 他真的開始留得到多些 這隻很有心得 都是今早出跳的馬 神操越來越放得比較柔 還有些立落 有些慢腳 上次都奇招 何宅瑤 出就不快 結果後追他都有一段走勢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上次不快 隨意套搶 接著是八進巨星 我打算他會賺 上次因為這些馬 你寧願草草賣賣出來跑 誰知好像時事滿意 其實失望了 接著是李滋我拼近鏡 那隻叫酷霸王 都是一些重化回來的馬 這隻李滋我拼 其實都是一隻穩定演出的馬 不過要再等它進步 突破到這個位置 初跑菊草 接著是聖神威 轉了馬房 又跑了場1650 然後又回到重化 你怎樣都要給點時間掛 還要排了狗檔 不容易跑 再看看他出跳 這隻聖神威 上次打算上來一里 應該都有一些腳影 合一些腳法的馬 但可能轉艙日子真的短些 馬不是很追 所以這次就馬上回來跑短 但之前跑短 今季他都不太行 只是比對一下腳法 谷草要拼 美麗第一 這些馬以前又會行很多 現在都不同了 鬆開 扔給你 不會說很急 是明顯進步 這隻就凌厲 跑過狀態 能力上 我想對比幾隻沙田轉過來的馬 他可能質素上會輸蝕一點 不過他就有個經驗 還有他就等你們出錯了 因為他放在那裡的狀態 他經常出就快 加了眼罩之後 好,接著再看這隻正氣清區 上次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沒有跑 他不跟游龍村鳳 游龍村鳳就斷過 下一點點 正氣清區上次無奈沒有跑 就不是說斷的 這隻就拍馬難追 上次直路都一度都是威威勢 結果臨近終點 就被幾隻馬趕過 他都有些退步 因為都是七歲馬 賺級數 好,接著再看這隻 移槍精神在前面 他已經很早加了 交叉比枯 知道長勝 我們剛才看了 那個泥地雜 面枯給了他 都跟得很好 這組三班千二米 都有點複雜混亂的情況 因為幾隻那些側身馬過來 情緒是怎樣呢 就難估計的 我先選兩隻D谷草的能手 很有心得是前領 正氣清區是後序 起碼兩隻馬在神糙跳 我覺得都仍然是長期見勇 都沒有走樣 你說那幾隻側身馬 我覺得知道長勝 就不會太大問題 因為它是一隻神糙 很文靜 很純 很乖的馬 它有時 簡直是文靜 到有點不起眼 所以為什麼 初初出贏兩場 我都覺得好像 那些馬好像不是很特別 那些馬又鬥得 短距離之下都會贏 所以這隻知道長勝 它有些心藏不露 美麗第一 它有時會有點緊急 但你要看它當晚 如果震定 就不怕了 另一隻就是八進巨星 上次內武跑 出得很急 那些馬 今次再跑 希望它行圈會定一點 但今年的進度 都不是太過順利 不是太過如意 而我記得 我記得很有心得 之前有一課 建習學員跳 先說上一次 上一次 再之前 不是回來不換腳 不是拍著來鬥書 接著就追人來在外面 教他換腳 他這些是逐步學到的 這次賽前有一課 建習學員跳 又是做到這件事 即是贏了算一件事 但在神操裡面 看到他給心 然後教到二隻馬 學到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到時你才再度 它行不行 這個是第二樣的 另外七號馬 那隻美麗第一 我喜歡這一隻 它都是初切口菊草 會有 你要看臨場 亦都不能夠太熱 你要看偉達加田太安 開場是怎樣 因為如果以一隻 北半球的馬 其實這隻馬 真的已經來得很快 之前頂口頂得很緊要 現在你看 他扔薑城的長度 已經扔得鬆了給他 反而這隻馬 你扔得長 可能他會開得快 但其實現在他可以誤會 他可以鬆到 我喜歡這些進步 那不能夠太熱 希望他擺到前些 這樣叫壺 其他那些 臨場再看 這場馬 因應當日形勢 看臨場是有得度的 第七場賽事 研究過 休息一會兒 看完尾場 第八場 二班的千二米 高班馬都很多好狀態 都已經多度讀不完 有八隻那麼多 配備轉變落滿貫 近期又重大眼罩 輸集竟然贏 好 先看看這集 先看一隻的外心 最外面的 較早前我們都看過這集 看過那些 標壇精英 中間人賣便 那隻進城區 昨天都跑了 那些是未得的 的外心 這組是最高分 零零碎碎 最突分的馬 一路都走著 勾沙網空 按著回來 就輕鬆贏得到 當然我們之前說過 譬如中間那隻 善傳萬利 如果它再跑 都要值得留意 善傳萬利 說了很多次了 善傳萬利 很多次了嗎 四班千四就寬頓了 對 好,再帶點個開心 都可以賴初出 上一次就不夠你衝 不過好像擺明 不夠那隻酷霸王衝 但可能沒有那麼頂口 好,看看這隻小霸王 先看看 試了個集 十二月二十二 又看過 這組集 之前 困了一些馬 看那隻銀王輕飆 上次 那隻昨天出來 終於發現到 有些問題 就轉名證 困了大半程直路 這隻小霸王 但直路要看 就是過終點之後 過完終點 打開了 它是自己飆上來的 這隻馬 簡直是單邊眼罩之王 上季加了單邊眼罩 我贏了六圈的至今 厲害 這期有勢的 用天鵬那些馬 真的很厲害 你說斷足快幫到它 什麼什麼 雪涌神區不幫到嗎 滴愛心不幫到嗎 它真的衝 說過你就過你 還有我看回 紅雲帝王的試襲時間慢 就大外檔蓋上去 這組試襲時間不同 好了 接著就重化的雪涌神區 就都跑了好像 是不是都差不多 那些馬 沙田輸了一輪 接著回來菊草 上次都很近 但是衝下去 是否都沒有預期那麼厲害 試這集 高分借馬 中間透出 輕輕鬆讓它離開 末段都透出了 就突圍而出贏 後面很好心得 綠枝 連連有型那些馬 沒什麼特別 這組集 都叫做輕鬆贏 好 再看雪涌神區 我覺得這馬是乖了一些 其實它一路慢慢 再穩定多些 穩定多些 但是它和你們跑過 它當作比你們還頑皮 這次 好像上次那樣難跑 兩隻沈雜城的馬 都狀態是好的 所以兩隻馬 我都給它三隻大拇指 這隻上進之星 都看著它變 但是跑下去 是不是能力都差不多 上次都跑得很漂亮 你看這隻星耳王者 那些步子 我覺得它為何會這樣 然後它上一次轉馬 防跑好像輸得不太遠 但是我神操跳 我覺得這隻馬的開步 出腳不是很靈活 好 接著就是電器騎士 也都秤得很緊很短 通常這位助手 跳馬都會有這樣的形態 但又是一隻準繩到臂的馬 它不夠量化寬騰那麼厲害 但都能及得上 都很厲害 看完大閘 大家都有 因為大家一起跑過 在早上有很多刀 傳承者在後面 八三六就 電器騎士輸給小霸王 又贏的愛心 雪永神區 開頭貼籃 扔出去大樂當 追不及了 那場馬一起跑 大家都有充分的時間去回 而迎接這場馬再捏過 所以大家都有大閘 是不是上次用了中疫禮 扯快了四十五個頭 放到真的快 這次又是田泰安 他三星二班 立即行 立即上名 其實他都很狀態 接著就實現夢想 這隻馬都開始逐漸 沒有什麼聲味 因為都失望了幾場 但跳他仍然很好看 但他這些腳法這麼高大的馬 如果你說這樣轉菊草灣 平衡會不會拿得好呢 都要想不想 這隻菊草千二都能手 就是結束漢子 他保持得到很好 排過二檔又會幫到一些 都是要選擇的其中一隻 紫雲丁 也是一隻菊草的能手 前面二四六 今年就未跑過 因為他六月份做了手術 令到他今年遲些服貨 其實功夫不是做了很久 十一月中才正式快跳 好 接著就超霸性 幸好今年那個體重上面 就是上回去 而他維持得都叫做挺穩定 不過跑落就… 今場又會蝕 又未必說賺得到 看看這組試集 落滿冠就帶頭 後面就團結一心 十二月二十二號 大概兩個禮拜之前 這組集 加了一個配備 這隻落滿冠 有些前速 擺到前面走 對手當然不強 後面那些很多都很新的馬 第三 那些紅彈彈都騎得很厲害 叫做勉強 短頭之下贏得到 團結一心就按住在四五位 沒有騎 順勢回來 不過對皮勝古怪 上一次在集中 又搞搞震 弄傷了腳 騎屍結果退出了 還有這隻落滿冠 他很久以前 他跑過一次 周進落那次 跑菊草一萬 那馬整天都慢 跑菊草 接著就人和家興 今早跳 感覺上勢頭 火氣 他可以再強一點 再強一點 我就被他幾次都有血 就嚇壞了 第八場的賽事 二班的千二米 這組狀態好的馬 相當多 剛才都見到 有超過一半的馬 都拿到三隻大拇指 選這兩隻 近期都很少斷纜 小霸王 和電器騎士 電器騎士 這些馬 我覺得每個跑 分別不會太大 尤其是它是一隻沒有厚的馬 排在前面 中逆禮又行 田泰安今次跑 相信難度都不會太大 只要保持之前的水準 三甲一定要預算這隻電器騎士 除此之外 小霸王 繼續留在這邊 欠八萬挑戰賽 我想他的賽程選 就不多了 如果再贏這場 都隨時要去沙田那邊作賽 贏這場再選 近期 甚麼捕捉都追上來 夠厲害 另外很多馬都要看 例如超霸勝 都有狀態 瀋澤成那一隊 滴愛森 全部都是有太的高班馬 所以這組反而是整晚當中 比較混亂一些 比較多馬選的一組 看看會選到哪隻行 1268 你怎麼都會稱高盤一點 其實三號樹用神區 他都不差馬 但樹用神區的問題 就是他排了一個狗檔 如果跟上一次的跑法 也是這樣縮 你不夠人家爆 會不會因應檔位 而改變跑法 這個慢慢再度 但整體來計 因為大家有這樣的時間 可以回到 也有大閘 你數一、二、六、八 八號沒有 一、二、六 加上樹用神區 每隻馬試集 你說有哪隻馬試得不好 我都看不到哪隻馬試得不好 你說二號馬 小霸王 當晚有隻超超比 其實那些位置追 是比較難的 不過怎樣都好 以前在低一班 背到一百三十幾磅的時候 又怕 現在上來二班 都已經又去到一百三十磅 都會有面臨考驗 不能夠錯 亦都要看當日 真的有沒有怎樣追 因為我的愛心 上次剛才說了 可能初出那些馬 可能他真的會厲害 那些口 不能夠鬆一點 我剛才想比較 就是熊雲帝王 那天就是贏大閘 就是外面蓋 其實時間很慢 所以外面蓋 他會走得順了 的愛心那些大閘 就不同的時間 會快一點 小霸王那些都是快一點 另外電器騎士 都是必須要選 用了田太安 看當日守風信不信 偉達加田太安 第八場賽事 都研究過 看今期選了什麼馬 我就選了第六場 那隻獨角獸 這些接連交出好表現 之前就只懂得外面蓋人 上一場 一用木雅 在馬嵐入面 鑽鑽鑽鑽 穿上來都一樣贏 升班 大幅減榜 我覺得對這些 升勢這麼好的馬 還有幫助 翻重化 又大閘又正常跳 一如再跟他 我就選這隻威威鬥士 相信他的進步 就不會太大 不過今早見他跳 狀態就相當好 希望這隻馬 減到這麼低分 抽一檔 都是黃金的出頭機會 還有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 安排在星期四晚 跑馬地上演八場夜馬 七點十分 七點兩個字就會開跑 到時再跟大家分析 拜拜 拜拜